好的同学们 咱们今天的课程就正式开始了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插座学院 来到我的管理团队管理训练营 咱们今天呢是整个训练营的第二个模块的课程 如何制定工作计划 这个是我们整个第二模块一个大的主题 前面的模块呢 我们学会了如何制定工作目标 如何制定工作目标 那方便同学们热身呢 咱们现在可以再做一个小互动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你在第一模块的收获 关于目标这件事 关于目标管理的常识 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什么 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特别好 目标来自于上级 经营目标是不能改变的 没有目标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目标是上级制定的 经营型目标与管理型目标 谢谢同学们 目标要简单清晰 对吧 简单清晰有效 管理就是先决定做什么事 再决定由谁来做 特别好 好的 谢谢同学们 我们整个如何制定工作计划有三课 今天我们会来讲第一课 制定工作计划的关键是配置资源 咱们这个课程是循序渐进的 先有目标 然后才是怎么实现目标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制定工作计划 我要先讲一件小事 请同学们配合我 如果你理解了 清楚了 要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就是今天这堂直播课整个过程的内容会稍微有一点点难 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你觉得很简单 那恭喜你 那恭喜你说明你的管理基础已经越来越好了 包括你在前面的课程理解的特别好 这是第一件事 今天的课程会有点难 第二件事 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的讲义 我们的讲义只是参考教材 今天的课堂上会有很多内容是超出讲义的 希望同学们有心理准备 不要拿着讲义去听课 也不要完完全全按照讲义去听课 那个讲义是个参考 我们的讲义每一期都会迭代 因为每一期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和同学们做沟通 看看哪里可以讲的更细一点 哪里要讲的更清楚一点 那我在讲完了两期的第一模块之后 我认为整个这个工作计划 这个过程我要讲的更细一下 所以大家配合我一下 这个是我们先沟通的 我们先要清楚这件事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课 如何制定工作计划 第一课 制定工作计划的关键是配置资源 那这节课呢 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前面都在讲 怎么定目标 哪些是关键目标 今天这节课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怎么能够确保目标能够完成 这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持续讨论的问题 我先和大家讲一段孙子兵法上的两句话 同学们可以理解一下 它来自于孙子兵法 行篇 圣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能打赢的队伍 那些长胜的队伍 他们是已经确保自己胜利了 才开始作战 那些经常失败的队伍是什么样的呢 是边打边思考怎么能够胜利 那些已经经常胜利的队伍是这样的 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是先战而后求胜 就是打起来了 开始想 哎呀 我怎么能够胜利呢 一边打一边思考怎么能够胜利 胜兵是先胜而后求战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能够清楚哈 是否清楚 这是我们这节课要给大家做的一个思想准备 我们这节课的目的是先胜而后求战 这是我们学这节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咱们现在开始看这节课的重点 第一条 我们要清楚完成任何目标都需要资源 所以当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讨论目标怎么样 而要讨论背后的资源怎么样 第二点 我们在做目标的时候 资源一定要充分匹配 甚至资源要压倒性的匹配 什么叫资源要压倒性的匹配呢 比如说讲管理课 正常讲管理课 也许你只讲线下课 我讲线上课和线下课一起讲 你讲一次直播课 我天天讲直播课 那我这个就叫压倒性的投入 压倒性的资源投入带来的结果就是 我在这方面会越来越强 华为在这件事上叫压强原则 然后第三点 有效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这是我们整个今天这节课的三个内容 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明确的是 成为管理者之后的第一项能力 成为管理者之后的第一项能力 具体能力是制定工作计划的能力 什么叫制定工作计划的能力呢 其实就是你能够讲清楚别人应该怎么做 能实现目标 就是这件事 所以这是成为一项管理者之后的第一项能力 咱们看一下哈 咱们在讲管理课的时候都要讲目标 所以我们把目标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经营型目标 我们把它拿出来 然后呢 我们在讲管理的时候还会讲到工作计划 目标和计划这两个要素 大家记住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充分匹配的 有目标就要有计划 计划里边是资源 咱们先讲目标和计划 这个应该不会弄混 好我们看看它是怎样的一个作用 目标呢 重点解决的是要做到什么 就是我们要做到什么 我们要实现什么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做到 所以叫先胜而后求战 想清楚怎么能做到之后再开始打 谁来想呢 上级来想 上级通过目标制定计划 下级干嘛呢 下级是通过计划来达成目标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但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同学们肯定会有印象 我现在做一个小的提问 我们有多少次 我们是否能够做到 到目前为止 你上任管理者目前为止 你是否能够做到 你给团队的目标 几乎都配有清晰的工作计划 都和团队讲清楚过怎么做到 我们来做一个调研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常态 前两天我在我们的管理课上 出了一个这个调研问卷 出了一个调研问卷 一个管理能力基础测评 我们那个基础测评满分是200分多一点 然后呢 165分以下的有多少人呢 有90%到95的人都是165分以下的 就是基本上日常管理工作的基本面 都还没有梳理起来 那其实我们想为什么团队实现不了目标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计划 这是一点 大家要再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计划呢 因为我们的目标经常特别多 同学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带团队的时候 经常没有时间做计划 因为我们的目标特别多 我们觉得哪个都需要想 所以没有时间去考虑计划的事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 如果你的目标少 如果你的公司长期都只有一个目标 其实你的计划是不是也更清楚了 你的团队基本上就是重复做一件事 重复做一件事的时候 是最容易把事做成做得更好 做得更精的 这就是一个目标要配一套计划 或者配两套计划 然后持续经营 这是最好的团队 但是大部分团队都是目标特别多 没有能力做计划 很多目标是虚的无效的 也做不出来计划 就像前两天我们在同学群里边聊到一件事 大家说一下 我今年的目标是做好企业文化 我今年的目标是做好企业文化 你看我们这个目标 它算不算一个目标 同学们说一下 我今年的目标是做好企业文化 这算不算一个目标 这个不算一个目标 不算一个目标就会导致什么呢 你想做计划的时候 你是做不了的 你发现你要做的事特别多 或者你说我今年的计划是提升自己 何老师有没有什么课可以推荐给我 我也推荐不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要提升哪一个能力 以及提升到什么程度 所以大家清楚了吗 管理是一环扣一环的 你的目标如果是无效的 后面什么事都做不了 刚刚有同学在直播间里面和我反馈一个问题 他说何老师 难道工作计划不应该让团队自己想吗 如果是这样的 那团队就不需要司令了 大家说定目标是个本事 还是做计划是真正的本事 就真正的本事是定目标还是做计划 作战计划是最难的 我们都知道要打倒反动派 但是怎么能够打倒反动派呢 怎么能够打倒日本鬼子呢 这个是最难的 所以做定计划是更难的 知道吗 这才是司令 如果你想做司令 你就要有做战斗计划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那你就不要去想着做司令了 团队其实对你没有需求了 项目计划应该各自做 那是更具体后面的事了 很多公司是已经成熟了 他已经完全成熟了 以前遗留下来的计划可以继续做的 可以继续沿用的这个意思 咱们先接着往下讲 未来三个月增开十个教学班 完成500名新学员的招生 拿到这个目标之后 你会做什么 来 我们有同学说目标分解 分解做计划 分解目标 咱们看一下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算不算一个目标 未来三个月 新增开十个教学班 完成500名新学员的招生 这个算不算一个目标 来 圆圆同学 张圆圆同学 你说不算 我看到了 你说不算 你来告诉一下 为什么不算 我问问大家 最终怎么衡量 是以你招500名新学员为准吗 是以招500名新学员为准吗 这个目标能反映出营业额吗 500名新学员 如果有很多是促销的 怎么办 有多少是促销的 有多少是年卡的 有多少是充值的 会有这个问题吧 是不是以实际回款为主啊 对 还有课号 对不对 是不是以实际回款为主 所以我们拿到这个之后 新任的管理者是这样的 新任的管理者是分解目标 马上行动 什么叫分解目标 马上行动呢 就是先别想了 开始干吧 看看手里有几个人 好 你完成100个 他完成200个 他完成200个 500个 OK 开始干 成熟的管理者是分析目标 规划资源 首先要分析这个目标 是不是有效的 这个目标能不能评价 能不能衡量 然后看看手里有哪些资源 怎么实现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问题啊 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 完成500名学员招生是第一目标吗 我们刚刚讲了 不算第一目标 第一目标是实际回款金额 这个才应该是第一目标 如果哪家公司不这样定目标 那就不用听我的课了 听了也没用 完成500名学员招生是第一目标 现有的老师能保证开10个班吗 这个问题要不要思考 现有的老师能保证开10个班吗 因为你要新增开10个班 你要考虑到你是否有教室 是否有服务器 是否有老师 是否有助教 对不对 有这些服务人员 目前的销售人员够用吗 你手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能完成50个人 然后你三个月最多能完成300人 或者能完成150人 你现在需要招500人 怎么玩命都干不到 这也是资源 现哪些招生方式是有效的 是否持续盘点 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讲资源 方法算不算一家公司的资源 就是你的业务方法 算不算一家公司的资源 算吧 这个也算资源 一定要定期的盘点 你有什么资源 团队里谁是最懂招生的 谁最懂做工作计划的时候 就要优先考虑他的建议 所以我们再和大家再讲一下 作为管理者 我们应该是自己会做计划 还是能够调动出更多人 一起实现计划就可以 还是说是一定要自己会做计划 还是说你只要能调动更多人 把这个计划做好就行了 没必要都自己做吧 但是你知道哪有资源就行了 对不对 这就叫管理 这个就叫管理 为什么说学会管理的人 和不学管理的人 它是两种思维方式 不学管理的人 更多的是用自己 学管理的人 更多的是用别人 OK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大部分人 都不会这么思考的 他一上来 肯定是很着急去做事的 所以我们讲嘛 我们说谋定而后动 先胜而后求战 同学们 能一点点理解了吗 谋定而后动 先胜而后求战 好 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知识点 完成任何目标都需要资源 完成任何目标都离不开资源 所以当你拿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先行动 而是马上看看自己手里有资源吗 如果没资源要先找资源 为什么要先找资源呢 很多人是盲目行动 他的行动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消耗任何资源 没有使用任何资源 怎么行动都不会有结果 你的行动是盲目的 举个例子 你就一个销售人员 一个月最多能卖50万 能卖50个人 然后呢 你需要完成500个人 你最多能卖50个人 你干了三个月 你才想明白 哎呀 我三个月最多能卖150个人 其实你就优先应该做招聘 赶紧把人员招够 如果人员招不够 这个事也就不用想了 就这个意思 如果人员招不够 那你就一定是先败而后求战了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下一个之前讲过的一个案例 我们讲过的一个概念 管理本质上是决定做什么 以及实来做的过程 进一步理解 管理可以拓展为决定要做的事情 后面 同学们看这句话 咱们讲管理 没有哪一句话是废话 决定要做的事情 并且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来完成这些事情 OK 我们现在来回答一下 咱们平时如果只给团队 不给目标 不给计划 只让员工上班 不给目标 不给计划 我们的员工作为人力资源 是不是被无效的使用 决定要做的事情 并且通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来完成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的员工就是被无效使用的 他们既没有目标 又不知道怎么做 做成什么程度也没人管 这就是管理上的浪费 好 我们来进入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节课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计划就是为实现目标 而寻找资源的一系列行动 工作计划的本质 是为了实现目标 寻找资源的一系列行动 同学们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你从今天开始做工作计划的时候 就不要再想别的了 就是想资源够吗 资源配足了吗 资源是压倒性的吗 资源是压倒性的吗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 很多公司你会发现 做到最后 他会做成行业里边 特别标杆性的公司 然后呢 他的定位特别清楚 他的定位特别清楚 比如说过桥米线的公司从来不卖兰州拉面 你发现了吧 他主要卖的就是过桥米线 他卖这个什么什么辣子鸡的 他也不会卖酸菜鱼 他基本上会有一个很清楚的 他当然也会有 但是主要的一些公司会很清楚 这就是因为他在一个方向上 一个目标上 他的资源是压倒性的 这个意思 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为了计划而寻找资源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看目标 目标 今天的目标是拜访三个客户 那资源是什么呢 是否有客户线索 如果没有客户线索 去哪拜访呢 难道随便拜访吗 也不行 是否已经预约了 有的人说我有线索 好你预约了吗 是否有时间呀 所以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给团队开会 早晨开早会 说各位销售经理们 各位销售大神们 今天每个人的目标 是拜访三个客户 然后你作为销售负责人 马上要问 小刚 你今天有拜访客户的线索吗 你今天是否已经约好了 你今天是否有时间呀 你的路线是不是顺利的呀 你的路线会不会堵车呀 你的路线和排期 会不会影响某一个客户啊 这都叫资源 再比如我要招聘三个员工 招聘员工 OK 你能拿到简历吗 哪个网站拿简历是最快的 有发广告的预算吗 有没有明确的岗位说明啊 如果没有明确的岗位说明 招聘员工 那人就不准啊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啊 前面是目标 后面是资源 但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都只是定了目标 然后就开始做了 按照经验去做 并没有把资源弄清楚 新增20个门店 首先问 有储备店长吗 难道只开店面就可以了吗 还有一个是否可以快速选纸呢 创作一篇十万家 是不是有好的选题呀 最近有热点吗 有热点肯定更容易出十万家吧 我们第一批转发的用户有吗 如果你的文章很好 但是一个粉丝都没有 没有人第一批转发 怎么能够活起来呢 你至少可能需要100个人帮你转发 OK 我全部都发动起来 怎么能有一百个人转发呢 讲到这儿 我讲一个我曾经工作的小例子 我在最早的时候 很早的时候 工作过的一家公司叫郑和岛 也是一个企业家社交平台 那在郑和岛呢 我们参与创办了郑和岛早期的公众号 郑和岛也是一个公众号的大号 专门报道企业家这个大号 这个公众号早期的文章 我们是在13年做的 13年很快就做到了20万 那会儿还没有几个公众号 很快做到了20万用户 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做到的吗 早期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 写最好的企业管理的干货文章 然后让我们公司50到100个销售经理 不断的发给他的会员 企业家会员 不断的发给他服务的企业家客户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非常非常机械的 非常非常粗暴的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不是靠纯粹的用户喜欢 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销售人员 一个又一个的去分享 最后产生了很多好文章 然后这个粉丝越来越高 这个意思 这就叫目标和资源 所以制定工作计划 首先是寻找资源 那有同学开始问很多问题 资源是找领导要还是自己寻找 都可以 只要能拿到就行 自己分析资源 再匹配资源吧 不一定 别人如果能分析的更好 你就用别人 做管理者一定要有一个意识 就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 你不用 你就不是一个好资源 你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一个没有对资源竭尽权利使用意识的管理者 根本谈不上管理者 他只是一个执行的人 管理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 就是对资源的索取利用能力 乔布斯在这件事上说的特别清楚 乔布斯说创业者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就俩字叫索取 索取一切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 这是乔布斯说的 他当年就是疯狂的给各种人打电话 然后说自己的电脑多好 说自己的店面多牛逼 然后到处去吹牛 他真的是吹牛 他只有一家店的时候 他说他在全国有好几家店 有多少多少连锁的 他的电脑还没卖出去呢 他就说他电脑已经批了多少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索取 所有能够帮助到自己实现目标的资源 都不遗余力的去争取 没有资源索取的人 没有资源索取的人 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最后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自己永远对目标不饥渴 他永远是靠着别人的帮助才实现目标 因为他的目标实现不实现 无所谓 如果你对目标饥渴 你就要索取资源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 下一个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工作计划是必胜之道 也就是前面我们讲了 先胜而后求战 所以如果同学们对工作计划 如果有一个定性的理解 工作计划就是必胜之道 什么叫必胜之道呢 我再描述一下 同学们写下来 做好工作计划之后 团队应该对完成目标非常有信心 把这句话写下来 做好工作计划之后 团队应该对完成目标非常有信心 所以大家知道吗 这个军事思想里边 我在我们APP的好多课 AP的首页 我专门讲了这么一个直播课 军事思想里边有一个思想是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为什么叫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呢 因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前提是 永远是七个打一个 永远是五个打一个 很有可能我只有七个人 你有七十个人 但是不好意思我永远抓七个人打你一个人的机会 我永远不跟你的多数人碰撞 我就是七个打一个七个打一个 不停的用七个打一个最后把你打赢了 这就叫必胜之道 必胜之道永远是以多胜少之道 叫集中优势资源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资源有哪些 同学们再清楚一下 资源有三种类型的 这是我来总结的第一个人事资源 人事资源包括 我能用这个人吗 我能辞退这个人吗 我能提拔这个人吗 我能给这个人涨工资吗 我能给这个人奖励吗 我能表扬这个人吗 我能批评这个人吗 这叫人事资源 我作为管理者 公司有哪些人事资源我是可以用的 你要问你的老板 我们公司就有一些负责人 曾经跟我聊过这样的话题 川总最近这个项目特别重要 然后时间有点紧 我能不能用那个谁借一下 我说当然可以啊 你不找我就不可以 你找我了就可以 你不找我我哪知道啊 我也不能天天给你人用啊 你找我了那就可以 因为你的目标很重要 所以这叫人事资源 第二个是财务资源 财和物啊 不要理解成那个财务部的财务 财和物这个意思 财和物啊 就是包括物料啊 包括预算啊 这都叫财务资源 这个很好理解 第三个叫政策资源 什么叫政策资源呢 政策资源讲的是 我能给客户优惠吗 什么样的客户 我是可以送他东西的 什么样的客户 我是可以打折的 这个市场什么情况下 我是可以完全说了算呢 等等 这叫政策资源 完成多少目标 我是可以给团队提这个 一些奖励的 这都叫政策资源 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资源 人事资源 财务资源 政策资源 这些都是可以在公司内部 分享给团队 帮助团队更小 更好的实现目标的 啊 这三个 最后我要说一下 人事资源里边 最重要的资源是管理者 没有比管理者更重要的资源 因为管理者是用资源的人 所以管理者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 我还要再讲一点 能够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 也只有管理 很多同学一定是不认同的 没关系 无论你跟我讲 我们是靠商业模式制胜的 我们还是靠资源技术制胜的 归根结底 最后都是靠管理制胜 不是因为我讲管理课 因为只有管理者能把资源技术 人都结合在一起 然后让你的技术不断的迭代 让你的技术不断的产生壁垒 让你的商业模式不断的优化 这些都需要管理者 好 我们看几家公司啊 有三家公司 一家公司叫海底捞 一家公司叫海底捞 海底捞 我们一开始都以为说海底捞的员工都很会服务 其实不是 是因为海底捞这家公司很会服务 他们在管理上能够做到对每一个服务细节标准化 然后批量的培训 批量的培训 他们让整个服务细节很清楚 我们之前讲过三种毛巾擦桌子等等 讲过一些直播课里面 讲过一些案例 海底捞是一个典型的培训机构 是特别牛的培训机构 它能够让一个普通员工进到这家公司 马上就会做自己的岗位 其实它本质上是管理能力 不是因为它的服务意识好 也不是它的服务能力强 是它能够把那些影响客户的服务 定出非常明确的指标和标准 然后变成团队操作的这个手册 第二个公司叫徐儿思 徐儿思培优是一家300亿美金的 本质上是做家教的公司 三百亿美金 三百亿美金和万科这样的地产公司 是一个量级的 三百亿美金 徐儿思也是 徐儿思最重要的一个创新是管理创新 教学 教研 教务 完全分离 教学是什么呢 教学就是讲课 教研是写课 教务是服务那些上课的人 招生服务那些上课的人 教研教学教务完全分离 用最好的老师写教材 招聘大量的年轻老师 用最好的教材讲课 然后呢 招聘更大量的人去服务这些听课的人 这是徐儿思 所以徐儿思是一个没有名师的公司 徐儿思在全国范围之内是没有名师的 但是新东方是有名师的 完全不一样 最后一家公司是美团外卖 大家可以看到美团外卖现在整个在市场上的占有率 以及美团外卖APP的这个标准化管理 同学们以后可以去认真正的去观察一个外卖员 他拿着手机都干嘛 会有明确的催单 下一单要什么时间完成 这一单有没有人抢 你还有多少个订单 有多少个订单已经快过期了 快过时间了 这些都是管理 所以美团外卖是一个典型的通过明确的清晰的目标管理体系 让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在市场上跑来跑去 我今天中午去三里屯 这个喝杯咖啡 然后直接去准备工作 备课 去一个咖啡厅 我很喜欢那个咖啡厅 然后呢 路上我们就聊了一件小事 什么事呢 我发现哈中国有大量的外卖员 他们的工资其实很高的 包括一些送快递的人 就是这些快递外卖员 他们的工资很高的 基本上起薪是六千 他们一个月好的时候能赚一万到一万五 大家知道吗 我当时就和我身边的我太太说 我说电商公司 为什么政府这么鼓励 因为电商公司调动了大量的原来非常平庸的人力资源 就是那些社会的闲散人员 找工作的人 原来搬砖搬瓦的人 真的是在建筑工地上去干苦活累活的搬家的人 他们现在可以骑着一个电瓶车 做着相对更从容的更轻松的事 然后呢 他们大量的这些人来到城市之后做这样的事 收入更高了 有更多的时间干嘛了呢 有更多的时间学习 他们开始在城市买房租房 他们开始想着怎么在城市扎根 他们开始上进了 同学们清楚吗 你知道政府为什么鼓励这样的公司吗 政府为什么这么喜欢阿里巴巴美团这样的公司 为什么他们的电瓶车到处乱停 政府是不管的 政府是不干预的 政府不是那么严格的去管理的 因为他们整个把社会资源调动得更好了 讲到这儿 有启发吗 他们能让那些非常普通的资源变得更有效 然后他们能让那些社会闲散人员 每天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 送餐总可以吧 知道下一个餐在哪儿吧 就这个意思 好 这就叫管理 这就叫管理 一个好的管理体系能够让资源更有效 所以管理者一定要学会用资源 那讲到这儿呢 有这么一个名人 这个名人最近也比较有名 有一个电视剧也有一个人名叫魏哲 前阿里巴巴CEO 他现在是家喻基金的董事长 魏哲呢 这样说阿里最大的产品是干部 而且是能够源源不断的培养干部 所以阿里巴巴这家公司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有什么产品 而是他整个是个管理者的创造的平台 不断的产生管理者的平台 好 我们讲了第一个知识点 讲了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完成任何目标都需要资源 同学们记住了吧 讲目标一定要考虑资源 工作计划的本质是寻找资源 我们现在来讲第二个知识点 今天晚上的课程内容肯定会稍微多一点 尽量听哈 其实怎么听都会有帮助 今天这个真的是决定你能不能成为管理者的核心的一个模块 第二个知识点 目标和资源要充分匹配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你可以改成压倒性匹配 目标和资源要压倒性匹配 什么意思呢 资源要压倒性的投入到你的目标上 这是最好的公司 美团外卖有50多万骑手 美团外卖有50多万骑手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APP改版 根本不足以去打垮这50多个骑手 你做一家公司很容易 但是你找50个骑手 50万个骑手很难 这就是压倒性的资源 目标和资源要充分匹配 来我们再理解一下 前面的课程我们已经讲过了 目标是绝对不合理的 因为目标是面向未来的预测 不是已经存在的结果 所以同学们 以后在任何时间都不要过多的争论 目标的合理性 目标是否合理 只有一个前提 目标是否合理 只有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你能不能找到相应的资源 如果你没有能力找到相应的资源 你定什么目标都没用 但是你就算定的目标再低 你不找资源 也是没用的 也是无效的 所以目标是面向未来的预测 大家不要定完目标之后 马上就分析这个目标是不是太高了 而是要分析 而是要分析 你是不是能有资源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能找到哪些资源 这个意思 所以关键不是讨论目标是否合理 而是讨论如何保证目标可以实现 关键是讨论咱们有哪些资源 我跟大家再讲一个小的案例 我们曾经在北大做过一场千人大课 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这堂课呢是2015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 2015年 那会儿我们的团队非常小 我们团队只有九个人 我们做了一场一千人参加的付费大课 那场付费大课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一千人参加 我跟大家说一下九个人怎么做这一场大课 我们那场大课一个最关键的环节是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希望能够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办 但是 我们 说不动北京大学参加 让我把这个奖这个这个场地给我们 就是他的要求非常高 同学们知道我们最近怎么找到的吗 我们最近 还最后还是找到了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的一个关系 还是动用了一点点关系 但其实我们没有行贿也没有受贿 只不过 那个员工的一个亲戚在北大系工作 在北大系工作的时候 然后和我们讲了一下 你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获得校保卫处的同意 才能获得北京大学管理处的同意 我们最后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姑娘 他家里边有一个舅舅是在那工作 这就叫定目标的时候要找资源 然后北京大学的管理处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是这样的 你的人数不能超过一千人 那一个场地一天是25万 然后我们那一场课的收入其实才50万 当时收入才50万 场地我们就花了25万 但是我们坚决要干这个事 然后我们当时跟人家签这个消防公关的时候 报备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非常复杂 但是最后我们把这个事干了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找到了 要不然我们就放弃了 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酒店了 但是大家知道吗 酒店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是完全不同的调性 这就是关键不是讨论目标是否合理 而是竭尽全力去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来我们看一个案例 S公司2018年广告销售额是4000万 2019年广告销售额上调到了8000万 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公司 2018年广告销售额4000万 2019年广告销售额上调至8000万 哎呀 这一下子就翻了一大倍啊 对不对 翻了一倍增长了百分之百 如果你是S公司的广告总监 你要做什么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创业公司定目标的时候 有的时候能定的非常高 因为你能调动的社会资源的空间非常大 所以你的目标可以定的非常高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电商平台 你今年的目标是100万 其实你只做了一个品类 一个品类你只卖给了3000个消费者 你就做到了100万 但全市场有3000万个消费者 你只做了万分之一 所以你有大量的资源没有使用 你的目标远远可以定的更高 你的目标能定的高 是因为你能调动的资源的空间非常大 同学们能理解吗 你的目标能定的高 是因为你可以调动的资源的空间非常大 为什么很多大公司 做不了那么高的目标了呢 只能30%增长了呢 因为市场占有率 已经被它压缩的差不多了 全国已经有100个分公司了 全国已经有好多业务都是它做了 所有的超市它都上架了 它还有什么资源呢 它没有那么多资源空白了 所以它的目标不可能定的很高 但是很多创业公司早期 很多小团队早期目标是能定的非常高的 因为它的资源还有大把还没用 我们讲到这的时候就会发现 作为S公司的这个广告销售总监 它能用的资源非常多 我们看看它应该怎么做 A创新广告形式提高单条广告价格 你也许会说 我广告价格如果提高了 那我的客户会流失啊 这是你从老客户的角度讲的 你要知道 老客户里边也有能承担更高价格的人 假设50%流失50%续费 你按照50%续费的这些老客户的标准 还可以去市场上找到更多的潜在客户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公司每一次调价 只要它把产品服务做得更好 它的调价都是被接受的 还会有大量的消费者愿意接受这个调价 能理解了吗 所以广告创新提高单价 你还可以消费很多客户资源 第二个除了消费客户资源 你还可以梳理平台资源 开放更多的广告投放渠道 开放更多的广告投放渠道 原来呢 你可能只是公众号图文 你接下来可以在留言区做广告 你可以在公众号里发视频 你可以在公众号里发抽奖 你可以在公众号里发福利 都可以是更多的资源 你甚至可以鼓励你的社群的人 帮助你一起做广告 第三个分析2018年销售港人校 原来人校可能是50万 你现在要扩大人校 这个也是可以的 然后快速招聘销售 最后一个和领导申请 把目标降低到6000万 那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资源没用的 开始调目标了 我们讲哈 一定要把资源用足 好 接着往下看哈 接着往下看 目标和资源要充分匹配 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我曾经和西北大学的校长 负责人 西北大学就是专门去给西北员工做培训 做干部培养的这么一个人 我说你们是怎么招聘店长的呀 他说我们是这么招聘的呀 我们先找一万份简历 然后我们面试1000个人 我们培训120个人 最后录取100个人 大家看看 所以看看是不是一层一层的资源呀 首先找一万份需要资源 然后我要拿出1000个面试的资源 从这1000个面试的资源里边 我要选择120人进入新员工培训 新员工培训的过程中 我要淘汰20个人 最后录取100个人 我说你为什么要先淘汰再录取呢 他说我要制造危机感 我不能让这些人没有任何压力的进入到西北 我要在培训的过程中制造危机感和竞争感 让大家在培训的过程中 就有知道自己可能被淘汰的这个情况 他们才会更好的用我的培训资源 他们才不会浪费我的培训资源 同学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做新员工培训的时候 不代表员工都入职了 培训的过程快速淘汰 然后才正式入职 这是招聘店长的一个大概的流程 这就叫目标跟资源的匹配 每一步都要匹配 好我们再看一个表格 再看一个表格 前面讲的是寻找资源 你要怎么样提问题 现在我们讲的是目标跟资源要匹配 目标1000万月收入 资源至少10家门店月收入过100万 那你就肯定可以完成1000万 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经常讲说 今年公司的收入目标是一个亿 我们前两天开会的时候 我就跟团队讲 我说这很简单 如果公司目标收入是一个亿 那就看看咱们公司 所有管理者加起来 他能完成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有没有10个 能打1000万的管理者 如果有10个管理者 都跟我拍胸脯 今年一定干到1000万 不干到 我今年啥也不要 我们就一定能干到一个亿 因为10个管理者 加起来就是一个亿 同学们能懂了吗 很多时候你想打1000万 你打不到是因为你手里边 没有100个能做10万收入的销售 或者你没有10个能打100万的管理者 这个意思 目标10万公众号粉丝 那你至少可能要拿出120万做推广一算 英语班招生50人 你可能要说 我要找到2000人报名试听 500人要确保在线 300人要重点沟通 为什么很多公司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计划是无效的呢 咱们看第三条啊 英语班招生50人 为什么很多人招不到呢 原因很简单 他第一步做了 2000人报名试听 这个做到了 结果当晚 报名试听了 当晚在线的只有5个人 忘了 没有提醒大家 同学们都忘了 虽然报名了 但都忘了 结果老师白讲了 这个就没用 所以报名试听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有要保证人在线 这都叫资源 在线的资源如果不多 你报名了也没用 那个叫无效的资源 你要确保一个人在线 这才叫资源 确保一个人到店 这才叫资源 你说我发了1000张优惠券 然后说我这个月的门店 好像没什么增长 原因很简单 优惠券发出去了 这些人没到店 他没有拿着优惠券 来店里理发 他拿着优惠券 可能是买推子去了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叫资源 然后客户满意度 要达到98% 想想你有10个人的客服团队吗 你能确保100%的人工 售后跟踪吗 如果能确保 那也许客户满意度会很高 这都叫目标和资源 要充分匹配 来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前美团CEO 干家伟 这个是美团的二把手 美团当年的二把手 也是阿里的老兵了 阿里巴巴特别能打仗的老兵 干家伟是阿里巴巴的销售出身 曾经多次成为销售冠军 因为做事极度投入 对目标凶狠 被同事和下属称作阎王 大家看看 做事极度投入 是不是主要就是对资源投入度高 时间资源 精力资源 以及他因此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对吧 极度投入 被称为阎王 2001年干家伟出任阿里巴巴苏州区域经理 我来讲一下干家伟为什么要出任这个苏州经理 干家伟当年因为销售业绩特别好 在阿里巴巴内部有点傲 就是飘了 然后呢 新来的这个总裁叫关明生 干家伟顶撞关明生 被关明生直接想辞退开掉 但是呢 干家伟的上级说 哎呀 这个家伟啊 这其实还是不错的 还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 咱们尽量别开掉了 咱们看看能不能连降三级 如果他愿意接受连降三级 那咱们就先试试 结果干家伟就接受了连降三级 原来是全国销售冠军直接去苏州区域当销售了 但是他去苏州区域当销售之后 苏州区域的销售负责人受不了 因为干家伟太厉害了 他每天开会的时候坐在下面 那个苏州区域的负责人不会开会了 就觉得说啥都可能是错的 所以干家伟去了苏州之后半个月 苏州区域的负责人就辞职了 苏州区域的负责人就辞职了 就主动辞职让闲了 说这个事就你来做吧 还是你更适合 干家伟太懂了呀 那这个负责人后来是谁呢 苏州区域后来的负责人也很厉害 是同城集团的老板 同城集团老板 干家伟上任做苏州区域负责人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三件事 第一个苏州区域销售员拜访量必须翻倍 大家看看一个好领导上来是干嘛的 一个好领导上来第一件事是 苏州区域销售员拜访量必须翻倍 这是第一件事把目标提高了 第二件事每周六下午必须到公司培训 不算加班 就是所有员工销售人员必须到公司培训 第三个如果哪位销售员工遇到困难 需要陪访客户我干家伟随叫随到 大家看看这是不是目标和资源的匹配 算不算干家伟把目标调高了之后资源也调高了 对吧 这就是管理 目标调高了资源也调高了 为什么大家管他叫阎王 就是这个意思 能理解吧 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定目标瞎定 不去争取资源 不去盘点资源 所以接下来我要再给大家讲两点 第一点目标要考虑到的是必要性和挑战性 目标如果不挑战 没有挑战性 你使用资源的能力就一定很平庸 如果目标没有挑战性 你一定是随随便便就把目标完成了 没有使用资源的能力 你这个团队就不会进步的 时间算不算资源呢 算时间资源也是很重要的资源 所以会利用时间的团队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目标要做到的是必要性和挑战性 资源是有效性和集中性 资源是有效性和集中性 很重要啊 这两个目标是必要性和挑战性 资源是有效性和集中性 OK咱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 同学们 当休息一下 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管理者为什么要用人所长 充分利用资源 对不对 长处是资源 太棒了 同学们 太棒了 好开心啊 特别开心 长处是资源 用人的短处就不是用资源 你要用人就用他身上的资源 明白了吧 用人所长 管理者要用人所长 本质上是管理者要用资源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看书看不出来这些东西呢 因为看书的时候 很多书是只写了这儿没写那儿 是这样的 我今天晚上讲完这堂课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看看公司里边哪个人是有资源思维的 资源思维 有资源思维的人 一定要给我拿出来好好的用 保护好了 没有资源思维的人 怎么用的白扯 管理者为什么要抓重点 管理者为什么要抓重点 是不是把资源要投入到重点的事情上 对吧 资源要投入到重点的事情上 我们有一个同学叫会侠旗袍成立 我去年的元旦的时候 今年元旦的时候 还专门去了一趟会侠旗袍 带着家人去订旗袍 然后呢 我在会侠旗袍的门店 就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会侠旗袍的门店 产品非常多 非常丰富 但是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不知道会侠旗袍究竟是什么风格 就是风格太多了 我站在会侠旗袍门店的门口 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是你这一季的新款 哪一个是你最重要的目标客群 你究竟是服务年轻人 还是服务中老年人 还是服务什么 这个意思 资源要集中 所以管理者要抓重点 好 同学们 咱们也稍微休息了一下了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晚上的第三个知识点 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咱们整个第二个模块的内容会比较难 有效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有效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第三个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管理的前三步 第一步明确工作目标 第二步制定工作计划 第三步分配工作任务 你没有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 是没办法分配工作任务的 你分配的那只能叫目标 不能叫任务 所以员工只是知道了要做到什么 并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团队管理前三步 明确目标 制定计划 分配任务 明确目标 制定计划 分配任务 咱们今天讲课的时候 第一件事 增开十个教学班 完成500名学员招生 当时我们就提问 说这算不算一个目标 很多同学说算 90%的同学都说算 但其实不算 这就属于说我们在团队管理前三步的时候 第一步 明确工作目标上疏忽了 明确目标如果疏忽了 制定计划就一定会出问题 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 工作计划最普遍的误区 工作计划最普遍的误区 我以前以为这一块大家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后来发现这一块其实是最被忽视的 就是我接触到的同学里面 管理者无论他的公司做的多好 这一块 这一块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就确实让我惊讶 就是远远不好 工作计划最普遍的误区是什么呢 把总目标简单分解给每个人 这是工作计划最普遍的误区 只是给每个员工分解了总目标 只是给每个员工分解了总目标 比如说这个月做一千万 你做一百万 他做一百万 他做一百万 怎么做我也不管 反正你要做到 你就一定会发现大部分员工都做不到 然后你会发现现在的人怎么这么笨 然后怎么都招不到你满意的人才 其实本质上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些人给用好 你没有用好他们 用人靠什么呢 主要靠工作计划来用 来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典型的总目标七百五十万 小明小刚小强小亮分解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做工作计划最普遍的误区 总目标拆分成子目标分解给每个人 这个工作计划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样的工作计划对员工毫无帮助 明白了吗 工作计划的关键是要找到制胜破局之道 找到保证措施 所以这一条不行 咱们往下看哈 简单分解目标在管理上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讲过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找一个小学生就能做公司董事长了 他特别会算数 他就知道怎么做了 我曾经还在课堂上开过玩笑 我说如果这样就可以实现管理 那我今年招一百个副总裁 每个副总裁完成一个亿 我到年底我就是一个一百亿的公司 我啥也不管 反正我明确的定义了副总裁给副总裁分配了目标 我到年底就有一百亿收入 那我把九十亿分给副总裁 我到年底的净利润就是十亿 你看这管理多好做呀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就能做管理 那就出问题了 同学们 听完今天的课之后 再也不要简单的给团队分解目标了 如果这样 很容易会出大问题 咱们往下看 真正的关键是找到实现目标的保证措施 让每个员工清楚个人目标 又让每个员工清楚如何完成目标 所以前面我们讲了 工作计划做的好不好 就看团队是否有信心完成这个计划 完成这个目标 如果管理很容易 那管理者怎么能挣三倍五倍十倍的薪水呀 对不对 那不是大家都开公司了吗 好公司遍地都是了 如果那样的话 来我们看一下目标分解的一张图 是这样的 同学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一张图 目标分解的一张图 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大家从上网下看 公司目标 部门目标 小组目标 个人目标 同学们能看到这一栏吗 就是 斜着的左前方的对角线 左前方和右下方的对角线 公司目标 部门目标 小组目标 个人目标 能看到吗 这个是关于目标不断的细分 公司目标细分到部门目标 部门目标细分到小组目标 小组目标细分到个人目标 这个能看到吧 好 到这之后 更重要的是要做保证措施 我们要确保个人能完成目标 所以要给他做保证措施 保证措施一定要很具体 我们要确保 每个人都能完成之后 小组要能完成 所以小组的保证措施要清楚 部门的保证措施要清楚 公司的保证措施要清楚 每一个层级都要有很清楚的保证措施 怎么能保证你这个目标完成 所以制定工作计划 做目标管理的时候是两条线 第一条线 从上往下要清楚目标 从下往上要清楚怎么完成 能理解吗 自上而下层层展开 自下而上层层保证 一个好的工作计划 公司年初做工作计划的时候 应该让你的部门员工 个人员工能够知道 今年一年我怎么实现年度目标 怎么实现阅度目标 怎么实现我的岗位目标 我的里程碑 然后最终汇总成公司的这个保证措施 是这样的 我在2012年之前 曾有过几年时间是在华润工作 华润集团 非常大的一家央企 华润集团可能很多同学对他还不了解 我稍微的介绍一个数据 华润集团是国内央企 综合竞争力长期排名前十 还有很多时间排名前五 利润率长期排名前十前五的公司 华润 华润是一家大集团 它整个的资产有将近 一万五千余港币以上 非常非常大 华润集团当年在深圳 开这个公司 集团公司的经营会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细节 对我当时很震撼 集团当时的董事长 在这个会上 直接当着所有经理人 三四百经理人的面 当着三四百经理人的面 对其中的一个经理人讲 你做的这个工作计划 你做的这个商业计划 放之四海皆准 还需要你做吗 你这叫商业计划吗 什么叫放之四海皆准呢 就是哪家公司都能用 你这叫商业计划吗 也就是说 你这个商业计划太笼统了 一点都不具体 你根本保证不了 保证措施由谁来制定 上级给下级制定保证措施 一层一层制定 这个意思 保证措施是工作计划的关键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走 这张图慢慢理解 别着急 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计划管理的时候 要追求两件事 第一个是经营目标要细分化 让每个员工都清楚完成什么目标 保证措施具体化 让每个员工都清楚怎么完成目标 现在呢 我来给大家看看什么叫保证措施 有这样一个案例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老案例了 如何快速招到产品经理 这个是暴风影音这家公司当年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操判人是小马送 小马送老师 我相信很多同学也对他有了解 他是营销专业的 比较厉害的这个大咖 如何快速招到产品经理 小马送当年在暴风影音 做市场创意总监的时候 做了这么一件事 暴风影音的人力资源 跟小马送说 你这个创意很厉害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怎么写招聘广告 然后小马送说 你要招聘什么呀 他说我们要招聘产品经理 好 招聘产品经理知道目标了 小马送开始问 招聘产品经理一定要写招聘广告吗 招聘产品经理能不能换一个方式 写招聘广告能有效吗 然后人力资源总监的人就跟他讲 说你可以不写招聘广告 你可以跟我拿到产品经理的名片也行 就是我可以不发招聘广告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产品经理的名片 我就能保证我联系到他 我只要能联系到他就行 小马送说好 那现在咱们的保证措施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不写招聘广告了 变成我要怎么做才能拿到产品经理的名片 你看我要怎么做才能拿到产品经理的名片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工作目标就变化了 怎么做才能拿到产品经理的名片呢 再思考产品经理哪最多呢 北京哪里有最多的产品经理呢 又思考出来 北京产品经理最多的是中关村和五道口 大概是2010年左右 中关村和五道口有最多的互联网公司 最多的创业公司 所有最多的产品经理 好 那怎么能够认识这些产品经理呢 小马聪说产品经理啊 这些人都是马农嘛 都是马农怎么办呢 他们肯定吃饭啊 他们吃饭都吃得很抠嘛 他们都比较 都比较这个什么嘛 都比较喜欢吃一些屌丝餐嘛 所以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一元肉夹膜套餐 因为五道口有一些专门跟互联网思维相关的餐厅 我们做一个一元肉夹膜的套餐 怎么做呢 持产品经理名片 持一元肉夹膜 一元换购 大家看看 持产品经理名片 十一元肉夹膜套餐 仅售一元 一张名片 十块钱 然后我们再问问大家一下 如果 这个是一个思路吧 这是不是一个根据目标来制定计划的过程 这不仅仅是创意啊 这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保证措施啊 但是同学们呀 不要直脑洞啊 这背后是思维方式 怎么能够把目标拆解成真正的目标 然后去找资源 是不是 这背后是不是都是目标和资源呀 招聘就一定要简历吗 招聘难道不可以用名片吗 直接打电话 简历哪最多呢 名片哪最多呢 怎么拿到名片呢 当时还讨论过一件事 如果产品经理拿名片 如果产品经理拿名片 直接送肉夹膜套餐 可不可以 如果产品经理拿着名片 直接送套餐 可不可以 担心有坑对不对 没错 就是担心有坑 这样的话就会让人占便宜 别人占便宜的感觉都是特别好的 OK 好好 我们就讲到这了 这个案例就结束了 这个案例的关键不是创意 这个案例的关键是不断分析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不断分析目标的背后最好的资源在哪 不是简单的做事 不是简单的做事 而是倒推目标到底要什么 所以销售工作的本质是干嘛呢 销售工作的本质不就是找到那些有需求的人 让他们真正知道自己有需求吗 来 我们再说一件事 这个案例过去之后 我们再说一件事 美团这家公司 还是王兴这个人 美团当年的市场推广的负责人 叫沈鹏 沈鹏呢 我跟他也挺熟的 早期我们还经常沟通 现在沈鹏的公司越做越好 沈鹏当年是美团外卖的业务负责人 沈鹏在很早的时候还来过插座学院 做很早的私密的分享 沈鹏和王兴啊曾经聊过这么一件事 因为当年为了推广外卖 大家知道吗 当年为了推广外卖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买外卖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使用外卖 大家知道吗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使用外卖 所以这个问题的背后的问题就是 怎么能够让那些卖的好的商品 卖的更多 所以王兴跟沈鹏有一天 两个人聊了七个小时 就讨论一个问题 哪种拉面最好卖 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讨论哪种拉面最好卖 聊了很久 王兴说 沈鹏你最懂外卖 你最懂外卖 然后你跟我讲一讲 哪种拉面最好卖 后来沈鹏才明白啊 原来王兴问他 哪种拉面最好卖的目的是 这样的拉面我们都上了吗 我们确保每一家餐馆 这样的拉面付出了最多的推广资源了吗 因为大家都喜欢点这种拉面 那我们干嘛没把这种拉面的资源推到最多呢 推的越多 效果越好 转化的越高 你使用外卖的人就越多 所以这是背后真正的思维方式 那美团当年是怎么破局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团当年啊 是怎么做外卖的 大家看一下 美团外卖低推人员 每天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呢 和商家谈折扣 培训使用设备 校园推广 商圈推广 扫楼 部署促销活动等 午饭时间 他们会在各个宿舍楼门口记录 每个宿舍楼的外卖的数量 以此获得外卖订单量 从而判断这个宿舍是不是能够扫楼 他们还会判断送餐车的来源 看看哪个商家在送外卖 然后和商家谈判 开展后续服务 沈鹏认为 地推本身效率低 千万不能蛮干 要把80%的时间放在 搜集信息和整理信息上 找出影响全局的关键任务 大家看看最后一句话 把80%的时间放在 搜集信息和整理信息上 这个算不算谋定而后动 算不算先胜而后求战 找出影响全局的关键任务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先别着急干事 找出影响全局的关键任务 所以我们看看美团当年是怎么做的 美团当年的必胜之道 有三个破局点 这个是沈鹏在我们公司 很早做的一个内部分享 当天他喝了点酒 如果他不喝酒 这个都不能分享 分享了之后 这个分享 内部分享 在我们公司压了四年 压了四年 直到2019年 我才拿出来讲 这个分享是2014年分享的 2019年我才拿出来讲 因为不能讲 沈鹏说 如果你这个讲了 我在美团外卖 就得罪太多人了 他当天讲完就后悔了 保证措施一 怎么扫楼呢 因为这个是商业机密 怎么扫楼呢 大家记住工作计划是商业机密 目标不是 目标有什么呀 都知道你今年的目标 但是怎么干到不知道 真正的机密是怎么干到 真正的机密不是目标 保证措施一 蹲宿舍门口 数外卖数量 啥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扫楼 为什么有人扫楼效率高 有人扫楼效率低呢 我来说一下这个事 这个事背后有门道 是这样的 假设有10栋宿舍楼 同学们现在可以 在评论区里面 你可以记一下 你先不用着急发 我说的话你记一下 我来告诉你 假设有10栋宿舍楼 每栋宿舍楼有300个学生 每栋宿舍楼有300个学生 然后平均每栋宿舍楼 大概吃外卖的是200人 10栋宿舍楼 这应该是2000人 OK 这是平均数 但是呢 你要知道哪栋宿舍楼 要优先扫 哪栋宿舍楼后面扫 扫楼要扫什么呢 要扫那些不仅楼里人多的 还要扫那些楼里吃外卖的人多的 这样的宿舍楼 要优先去扫一家一家推广 一个门一个门的去推广 只要发现这个楼门口 每天都有人进出吃外卖 这样的楼你要优先扫 人少的人不要优先扫 为什么呢 效率低 这是一个事 要优先扫那些小区人多的 活跃的吃外卖人多的 宿舍活跃的吃外卖人多的 因为你的资源投入效率更高 第二个 你能知道每个楼有多少人吃外卖 数楼数清楚了 你就能知道 A楼和B楼谁扫的效果好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A干的不好 A只扫了20家 B干的好 B扫了50家 但其实 A楼只有30个人吃外卖 他已经扫了20家了 B楼有300个人吃外卖 他其实扫了50家 扫的很差 这就叫管理 所以保证措施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找到影响全局的关键任务 找到至胜之道 找到必胜之道 这个意思 第二个保证措施 承销南京市鸭血粉丝汤 有南京的同学吗 南京最出名的小吃之一 就是鸭血粉丝汤吧 美团当年和其他的外卖公司相比 美团做了一件事 承销了南京的鸭血粉丝汤 有多少我送多少 只要是鸭血粉丝汤的店 我就包了 今天我承销 你卖不掉 我包赔 你卖掉的必须我送 为什么要承销南京鸭血粉丝汤呢 因为南京一年啊 南京人一年要吃掉好多个鸭子 重庆人一年要吃掉好多只兔子 大概有个数据 重庆人一年应该会吃掉200亿个兔子 好像非常恐怖啊 重庆 一年好像要吃掉200亿个兔子 南京好像一年要吃掉20亿只鸭子 大概 成都对成都 这就是找到那个点单最多的小吃 然后我把它包了 消费频率最高 所以外卖订单量最大 这个就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保证措施 我们吴维总啊 前两天问了我一个问题 其实我讲的就是 做内容付费 做在线培训 你要找到那个关键品类 不要总研发课程 研发的越多 你的资源消耗越大 第三个 拿下社区商家超低折扣 因为越是低折扣 越有吸引力 所以永远去谈那个超低折扣 只要谈就要超低 这是美团当年的支撑之道 现在大家发现了 美团不是一家平均用力的公司 所以美团经常是被别人争议 美团和大众点评相比 你就会发现 大众点评好像更文艺 更清新 但是美团好像更low 但是美团更有效 最后并购美团的是 并购大众点评的是美团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 工作计划的关键点 工作计划的关键点 就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措施 必须清楚 哪一个点是我们实现 整个目标最关键的措施 这个一定要清楚 刨根问底的去看 扒到最后去问 真的清楚知道 怎么实现目标了吗 这个是我们做工作计划 最重要的一个点 同学们能清楚吗 如果你做了一个工作计划 最后你发现 你都不确定能不能完成 你就不要给员工讲了 就是说当你自己都不确定 能完成的时候 你就别给员工讲了 员工肯定心里也没数 好 接下来我和大家讲一下 有效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咱们整个这一段时间都会讲工作计划 我会讲得很细 后面我会给大家一些模板 今天这节课咱们先把最最核心的理论方法掌握了 有效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第一个核心目标 第二个有效期 第三个低责任人 第四个保证措施 这是最重要的四个要素 核心目标 就是最重要的经营目标是什么 有效期是什么 第一责任人一定要清楚 保证措施要清楚 最后一个才是更具体的行动计划 更具体的行动计划不重要 只要前面四个有了 基本上行动计划谁都能做 咱们现在可以拿着这个要素 明天早上去给员工开会了 咱们看看咱们明天的目标 有完成的保证措施吗 有最最核心的这个制胜之道吗 是破局点吗 我们来举个例子 培训老师 大家说 培训老师的关键 是找到合适的老师 还是有一套标准教材啊 培训老师 培训老师的关键 是找到更多的老师 还是有标准教材 标准教材吧 对 我曾经面对面问过于敏红老师 一个问题 我说 于校长 都叫校长吗 我说于校长 当年英语培训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市场有很多教材 所以咱们能快速的做大 他说不是的 英语培训之所以这么标准 是因为当年我们做了教材 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标准化的教材 新东方有一个业务叫大鱼图书 大鱼图书啊 就是鱼公移山的鱼啊 大鱼图书 大鱼图书的教材 好的教材 一本书能卖一千万册 非常非常非常标准化 然后市面上很多人都在用 那个才叫至胜之道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 今天这堂课 最后一个关键的理解 就是再重复一下 工作计划是必胜之道 工作计划是必胜之道 工作计划的关键是 先胜而后求战 不要着急做 谋定而后动 同学们 讲完今天的直播课 能对管理产生新的认识吗 就能够清楚一些东西了吗 管理和领导力真的不是一回事 领导力是招人喜欢 管理是把事弄明白 这是两种能力 所以管理者必须是领导者 领导者不总是管理者 有些大老板可以不做管理者 我们今天的都讲了什么了 同学们 咱们看一下 第一个 完成任何目标都需要资源 对不对 第二个 目标和资源要充分匹配 或者叫压倒性匹配 第三个 我们讲了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工作计划的四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核心目标 第二个要素有效期 第三个要素第一责任人 叫第一责任人 第四个要素保证措施 工作计划 然后才是更具体的计划 有同学说了 但是还是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怎么做工作计划呀 没关系 不清楚就不清楚吧 多听回放 何老师只能帮到你这了 因为我就算给你做了计划 你可能也还是不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还有第三个模块讲执行的 加油多听课别着急 一点一点的去做 咱们讲工作计划只讲了第一堂课 咱们是九天的时间 好不好 好 今天这堂课的作业 我们简单一点 今天这堂课的作业非常简单 一点都不难 没有让大家去做工作计划 我们先让大家去盘点一下 同事们需要什么资源 两步 第一步结合本月目标和每个员工进行一次访谈 根据实际反馈整理出员工最需要的三项资源 就是你的下属需要什么资源 最多三项 好吗 能清楚吧 这个很简单哈 这个作业 明天就要做 整理出员工最需要的三项资源 题纲我已经写好了 大家按照这三个问题去问 第一个问题 本月工作中 有没有哪些方面需要我讲的更清楚一些 和员工交流 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哪些因素直接影响本月目标的完成 问问员工 他如果要想实现本月目标 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直接影响目标完成 第三个 为了确保月度目标完成 需要我提供什么支持吗 这三个问题 问一下 然后把员工的需求 需要哪些支持汇总 提交到我们小程序里 本身就是员工 那你就这三个问题 自己和上级沟通 你也可以反馈给上级 你也可以直接写在你的任务里 好吧 你是员工 你就可以直接回答这三个问题 管理首先是自我管理 把自己管理好 同时我要恭喜你 同时我要恭喜你作为员工能够参加这样的培训 你在同龄人里边 你在同龄人里边是非常棒的 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理解不了这些基本思维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所以要恭喜你这么早就去接受这样的培训 好吧 三个问题标准问题和员工聊一下 然后把员工最需要的三种资源支持 提交到我们的小程序里 同学们工作计划的培训 咱们正式开营了 第二个模块 未来的八天 咱们还有两次的直播授课 三次的作业答疑和三天的练习 不辛苦哈 很开心 同学们越来越多了 加入我们整个全模块的训练营的同学 已经四百多人了 我的目标是一年帮助十万人生殖家信仰 还早着呢 大家帮我啊 都帮帮我 我们一起努力 如果觉得我的课有价值 也真的是可以和我去推荐一下 我们大概用三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把这个课程学完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同学们 我们后天见 明天大家做练习和员工好好聊聊天 谢谢各位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